主料,花生500克,辅量,盐,花椒,啪椒,桂皮,香叶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将花生倒入盆中,反复用清水彻底洗掉外壳上的泥土,然后用手将花生挤开一个小口,这样煮的时候就更入味了,将花椒,啪椒,桂皮,香叶准备好,锅中倒入适量清水, 放入花生,然后再放入以上所有材料和盐,大火煮开后,转成中火,继续煮半小时后关火,关火后留在锅内了半小时之后,再食用口感更好哦,烹饭技巧,花生一定要清洗干净,制泡在水里没有泥沙沉地落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